救護車十萬火急 卻在路口被撞上 當時候鳴笛閃燈 到了十字路口 放慢速度 沒想到對象 一台銀色休旅車 開到路口 沒有禮讓 還繼續往前開 直接撞了上來 這一撞 救援任務被迫中斷 滿大聲的 但是 兩邊的速度都不是很好 因為大家都挺 他就可能有一點 跟前面的車要一起 21號中午 彰化入港一名老太太 發高燒 等著救護車 但救人的反被救 警方到場處理 找來拖掉 趁業者要趕緊把車輛脫離 兩台車撞在一起 休旅車的右前車頭受損 就連輪框都變形 救護車的板筋也被翹起 63歲的無形休旅車駕駛 說自己沒注意 才會發生擦撞 當時在行進的時候 我們是有民警 也有開啟我們的船頭的 但是因為 因為該車不知道是不是 什麼緣故之下 沒有發現我們真的有救車經過 幸好救護車還沒有接到病患 否則要是傷了人 後果不堪設想 但這一起不理讓救護車的車禍 也已經耽誤了民眾的就醫時間 記得陳某輝 紅軍委 彰化報導